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时,于谦手握重兵,为何不阻止他? 于谦为了大明王朝,为了江山设计,在夺门之变当夜,听任明英宗复辟政变,选择了暗兵不动。 换言之,他是为了天下太平,不起纷争动荡,宁可牺牲自己性命。这是史料有名文记载的。 谋划发动夺门之变的史亨,徐有珍这一文一武,都是于谦的政敌,对于谦的威望深深极恨。 他们趁着明代宗重病不起,难以逝世,朝中储君之位空悬,人心不稳的机会,通过太监曹吉祥一党,先暗中说动了孙太后同意,把太上皇朱祁镇从南宫迎出。 史亨谋谋,密白于太后,徐知,孙太后兄长孙继宗,弟弟孙显宗帅子许,加奴等43人,据说也直接参加夺门之变,一说是事后冒功。 明代宗朱祁镇的皇位,当初是孙太后诏书所立,并非直接传字其父名宣宗,这就意味着孙太后同样也可以否定他的皇位和法性。 换言之,这场得到孙太后悲书的夺门之变,按封建君臣法统而论,居然是合法的。 于谦同样已发现夺门一党的串联端倪,他的儿子于免听闻时亨南宫图谋,即告于谦处断。 以于谦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,掌管君政的权柄,若想要登高一呼,扑灭时亨等人作乱本是轻而易举。 但是在皇帝朱起于奄奄一息时,被隔绝在宫门之外的于谦,并不能真正施出有名,去制止皇太后和太上皇的行动。 皇权斗争从来酪死无悔。 孙太后不论从前如何支持于谦,政变后也并不想置于谦于死地,但他及其家族已经选边占了明英宗和使亨这一方,于谦若想要阻止夺门之变,就只有囚禁并霸出皇太后,彻底否定其合法性这一条路。 然后在皇帝命在旦处的情况下,迅速又面临一个直接问题,继位者当选谁。 如果于谦强行霸出太后和上皇,并宣布他们是谋逆作乱,则朱祁镇这个谋逆罪人或应赐死,或废为数人,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建生在内的所有朱祁镇子孙,都同样将作为罪人之子。 而明宣宗朱祁镇子孙,而明宣宗朱祁镇只生了朱祁镇和朱祁玉这两个儿子。 朱祁玉又已然不至垂死,因此也意味着明宣宗朱祁镇一脉将永远失去皇位继承权。 所以新皇帝人选就只能盈利其他藩王。 而如此一来,必然导致国事动荡,甚至会有藩王效仿当年的明成祖朱祁,以靖南为名起兵讨伐,从此各方军阀割据,天下有此大乱的危险。 即使于谦不公开宣布孙太后和朱祁镇母子是谋逆,只是将他们禁锢起来,剥夺一切权利,不论在选朱建申或是其他哪个皇旨,还都是朱祁镇生的继位。 那么从明代宗,孙太后,朱建申,甚至大明朱是皇族任何人的立场角度去看,这样的于先不是曹操也是曹操,不是董卓也是董卓了。 军臣是南两岸。 一个霸处求尽其祖母,生父的大臣,不管哪个皇旨即位,会不把他当成曹操董卓。天下人又有多少会不把他当成曹操董卓?黄权赫赫天威,其是仁臣可以轻易掌握的。 就算是明代宗朱祁镇,对于谦还不一样是既信之用之,也防之拒之,才会不顾于谦反对,一直重用于于谦是铜水火的石亨等人,以谦制于谦的权势,终于酿成或变。 并重的朱祁与听闻遍起,第一反应是于谦耶,生怕于谦要学王莽司马懿,夺大名江山,等听说是朱祁镇政变副位,方长舒一口气哥哥做,好。 好,宁可自己身自未废,也不愿从此成为大名王朝末代国君,朱氏皇族千古罪人。 为了给于谦治病,以帝皇至尊亲自伐木曲要引的朱祁玉,尚且内心深处对于谦如此忌惮,何况是朱氏皇族任何其他人来做这个新皇帝。 各地藩王依照朱元璋的皇民族训,也一样有绝对充足的理由,来起兵讨伐于谦这个新出炉的大名朝版董卓了。 那位德高望重,数十年都是天下之望,梁四,土木宝之变后,夺门之变前,被许多人当作皇位继承人选的皇叔襄王,只需他揭竿而起,便是四方响应之势。 于谦密相姑高崖岸,不是曹操,不是司马懿,在朝中从来没有自己的司党,或说只忠于他自己的政治实力,所以在师出无名时,他很难迅速积平四方,稳定这样的乱局。 然后呢,八王直乱,天下分崩离析,蒙古四姬入侵,百姓受苦,苍生涂炭,也不见得就是威严耸听。 彼时天下人又将会怎么看这样的余谦?后世史学家又会如何评价这样的余谦? 余谦面临的难题就在这里,如此局面,已经不是明朝体制内合法的政治手段能解决的。 只有下了改朝换代决心的萧雄,换句话说北市后周大江赵匡印这样的人物,才能以天下苍生做棋局,以百官兵将为棋子,不顾皇室切齿,天下纷乱,定要死中求活,或许能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一条火路来。 当此知境,若是萧雄人物必做事举。 可余谦会是,能是这样的人吗?真这么做,他也就不是当年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,为后世永远留下梁秀清风这个成语典故,大公无私,为国忘身的余谦了。 多么当日,石亨等人发动太快,真正留给于千决断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晚。 若想要让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选,前太子,后来的明宪宗朱建深登上皇位,就势必投鼠忌器,难以阻止他升赴明英宗朱齐镇的政变之举。 何况就最终就算能平息乱局,也未必就比明英宗数年执政后,县宗即位再来平反昭雪,拨乱反证的真实实时结果更好。